我们持续来关注在新北市八仙乐园 今天晚上所发生的粉尘燃烧意外 新北市府的消防局表示 八仙乐园彩色party活动爆炸火警 大约有80多人受伤 多数受伤民众穿着短衣短户 那么被安置在塑胶游泳圈上面躺着 而我们最新的情况赶紧连线 人在八仙乐园记者邱氏医院告诉大家 新北市巴黎的八仙乐园传出了不幸的意外事件 当时呢在主舞台上面传出了爆炸 并且呢造成了现场至少粗估是有80人的 造成了这个烧烫伤的意外 而大家最关心的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爆炸意外呢 根据在场的目击者表示 可能是在主舞台上面的炮炮机爆炸 导致了整起意外发生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有再噴泡泡机的关系 所以火是真的泡泡机延伸在人的身上 所以大家都变成一团火炮 你们自己有受伤吗 我们那时候在彩虾 在彩虾 在彩虾当时有看到多少人 我觉得一定有100人以上是烧伤的 那是什么开始炸起来 有看到吗 粉尘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彩虾派对是在撒粉 是 对然后粉尘过多加上又喷火 天气太热 对然后就爆炸 所以是有那个冒冷的状况 然后整个炸掉 是直接失火 然后有严重的 嗯就是就是烧焦味道 对 所以当开始有多少人在开始惊慌失措在哀嚎 全部人全部人都在都在逃离现场 然后我们在帮忙搬山晃一个一个搬出来 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是像三度烧伤一样 有看到这个严重状况怎么样 全身体都是 男生旅程都有 好主播可以听到呢 这个刚刚民众是说啊 这些传出是在主舞台上面 这个泡泡机一次爆炸 就引发了大量的这个粉末呢 就在民众身上起火 而当时民众呢 因为身上都规定了 只能穿这个白色的T恤 因此烧烫伤的情形都是非常的严重 而民众也说呢 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这个乐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是没有帮忙救助的 而他们都是自力救助 把这个伤患呢 抬出来 而现在目前呢 在现场这个救护车 还有这个消防车 都还在进入这个乐园当中 而但是呢 尽管有这么多的救护人力 进入了乐园当中 还是不够的 因此民众呢 他们都是自力救济 例如说拿这个橘色的大水桶 或者是推着推车 甚至是拿这个游泳圈 都把伤患一一陆续的抬了出来 而许多的这个伤患的家属呢 闻讯之后 也都纷纷赶到了现场 他们非常焦急的 冲到乐园之里面 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家属 还有小孩 是不是一切安然无恙 而稍早呢 我们也看到了 有军方的人员 也都进到了乐园进行抢救 而目前的抢救行动 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到稍后呢 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 也会来到了现场 作证了解情况 而目前就是以上的最新的状况 时间交还主播